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Hello 我是卡洛斯 相信有很多STEM的老師 都曾經參加過卡洛斯 去年在教育局所舉辦 有關用Microbeat 控制一隻搖控船的工作坊 在工作坊裡 我還順便講解鎮孔吸索的原理 和操作 而這個搖控船的集中 我介紹給老師 主要是因為這個集中在我舊校 已經成功運作過兩年 但最近和舊同事聯絡 就發現這個集中還有些故事需要改正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話題 眾所周知 Microbeat 在學界非常之盛行 所以在之前有關Microbeat的影片裡面 我都講得很清楚它的來源 以及怎樣運用兩塊Microbeat 一起製造一隻搖控船 但大家知道 Microbeat 在兩年前已經製造了Version 2 究竟Version 2和Version 1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邊的就是Version 1 而左手邊的就是Version 2 外形上其實分別不大 但on the top of Version 1 已經有一個配件 Version 2 究竟多了什麼呢 簡單我們看看懶人包就知道 原來正面的Logo 就變成了接觸感應器 更多了Microphone的輸入和音量顯示 背面更多了電源顯示和喇叭感 但其實看不到東西就更改了很多 包括CPU 記憶體和藍牙都更改了 連輸出的電流都增強了 所以照看兩者的分別就不是那麼大 我們用Version 1 的程式 然後Version 2 問題應該不大 究竟之前這隻船的問題是出自哪裡呢 原來就是出自擴展板 根據以往經驗所得 我們以往一向就用這一款擴展板 這款擴展板不是不好 但它就沒有內置電源 於是我們一向就駁多一個 兩塊不心電的電池箱出來 擴展板和Microbeat 的電源 都是靠這三窩的供電 而馬達的配套方面 我們一向都在橙色網站 整套都買回來 這些我們玩海四驅車 俗稱雞摩的馬達 它的質素就不是那麼穩定 加上一塊擴展板 就用螺絲來沾線 我們就曾經試過 有些同學明明搭配線 但是船就動得不正常 後來就發現有些馬達會動 有些馬達就不會動 那就尷尬了 都不知是馬達壞 就是擴展板不夠電 或者是搏線搏得不好 於是在過去的半年 卡洛斯一直都想物色另外一款 更可靠的Microbeat 擴展板 來到新的工作環境之後 就發現這裡有賣開一款 叫做Robot Beat 的擴展板 這一款擴展板 就不是貴很多 品牌叫做Kittenboard 小貓科技 連擴展板 還附送了一個橙色的膠殼 可以把擴展板安裝在上面 而最關鍵的 就是擴展板上面 可以安裝一粒 1650的鋁電池 大家都知道 1650的供電是3.7W 比起兩貨不深電 就多回0.7W 可以長期保持著電壓穩定 應該是同時供電比擴展板和Microbeat 都沒有問題的了 而再看看摺腳方面 這塊擴展板 全部是用了針腳的 包括四個摩打 左手邊八個駝機 和右手邊八個感染器的連接 全部都是用針腳 只需要給一些導光線 給學生去摺線 就一定穩陣的 怎麼都比以前用螺絲來斜 經常都不知道 斜得不實 再看看這塊新的小馬科技 這隻船的問題應該可以迎人而解 我們在四個摩打摺口裡面 左右就選了一個摺駁摩打 至於同工民起一隻船 為什麼要兩個摩打呢 因為之前 我們用了兩個翼向螺旋掌 同方向轉 來構成轉左或者轉右 至於兩個螺旋掌 反方向轉 反而可以向前或者向後 但是這次 我就想提供多一個零件給學生 就是一個所謂陀機 陀機 顧名思義 就是用來擺陀的 我們可以透過編程 來控制陀的角度 因而令到一隻船轉彎 加了這個元件之後 這個設計 就可以不一定用兩隻摩打 用一隻摩打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推動力不夠 用完四個摩打 又何妨呢 至於控制方面 我們可以教學生一些新的方法 例如 除了向前向後之外 我們連轉左轉右 都用這個體感來控制 而只是保留B鍵 用來踩油 去到編程部分 有用過MicroBit的經驗 同工都應該知道 開了新的專案之後 要按展開 加入新的擴展板 我們在這裡打入 RobotBit 就可以安裝這塊擴展板的程式庫 而安裝了之後 在專案裡面 會多了RobotBit的方法選擇 所有的方法 都是簡單易明的 非常容易操作 於是我跟同事 研究一番之後 就寫出了簡單的 控制程序 和接收程序 然後上載兩塊MicroBit 配對和試驗 可以看到 左右傾斜 很明顯可以控制到 陀機的轉動 按住B鍵 向前後傾斜 就可以令到船 向前下和向後走 自然採用這個設計 一邊向前走 一邊再轉左轉右 都是可以的 只要程式怎樣運作 我們留下一次 再跟大家分析 咦? 只要看編程都這麼成功 讓我趕快去做船身出來 有條件的朋友 自然可以像卡洛斯一樣 用真空吸索製造船身 沒有的話 用任何方法 都一樣可以做出船身 你跟學生說 只要浮得起來 不漏水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 一定跟卡洛斯一樣這麼心急 想知道這個新的程式設計 跟這個真空吸索的船身 究竟是否配合 所以我都要發脾氣 裝一些配件 放船進去試試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成不成功 請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